在綠油油的稻田中 助理著一棵樹 幾名日本樹醫師拉著繩索 要仔細檢查 每個角落有沒有問題 正在接受看診的 就是台東池上香 相當知名的金城武樹 只要來到這裡 所有人都會拍照留念 2013年長榮航空邀請 金城武拍攝廣告 導演就是來到這裡 看中這棵茄東樹 金城武坐在樹下 喝茶的模樣 後來觀光客 搶著來這裡跟樹合拍 大家都稱呼它 金城武樹 只是最近卻傳出 要改名的消息 基於尊重當事者的權益 公所也希望 透過民間友人的一個聯繫 可以得到當事者的認同與支持 讓公所可以讓公所或是民間 延續這樣的一個 金城武樹的一個地標名稱 原來之前縣府告知 標在以金城武樹來對外宣傳 希望可以改回它的原名 鳳茶樹 其實長榮航空也強調 從10年前拍攝廣告後 樹就是他們認養的 之前他遭遇過風災還有蟲害 更特地請來日本樹醫師 為他醫療整治 沒有說過要改名 因為本來一開始就叫他鳳茶樹 不過跟金城武之前的廣告合約 確實已經到期 如果池上將持續使用 金城武樹之名稱 人口設定侵犬行為 但此並非侵害長榮航空之權 而是侵害金城武之性命權 這些年池上的觀光 確實都是因為這棵樹 如果之後刻意證明鳳茶樹 可能就會失去吸引力 鄉長也說希望聯繫上 本尊的經紀人 可以授權讓他們 名正言順地稱呼他 TVBS劉警員 顏盛芬 台東採訪報導